所以這邊就寫了白紙黑字告訴你 你放在FTX的交易所的幣 你放一顆比特幣 這一顆比特幣就是你的 你想要在上面交易做什麼事 是你的事 但是呢 FTX還有Alameda 是不能去動這個錢的 FTX不能動 更不能把這個幣借給Alameda 對 但是他們實際上做這件事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爆炸頭終於認罪了嗎 如果你想要學習更多更酷的 加密貨幣相關的資訊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小鈴鐺點開 就能獲得最新最酷的區塊鏈資訊 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節目 今天呢 我們要來討論爆炸頭 終於認罪了嗎 其實沒有 他在這個Twitter Space裡面呢 大概承認了他的一些罪行 但是呢 他是被調出來講這個事情 就是一樣是Coffee Zilla 所以說真的 大家如果想了解 SPA很多事件的話 我真的建議大家可以去看Coffee Zilla的影片 他每一集都很猛 然後呢 真的是剪輯剪得非常好 好在開始之前 我要聽大家 將密貨幣投資犯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但是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看一段 Coffee Zilla這邊 PO的這個圖 就是呢 這個呢 其實是FTX呢 他的用戶 的這個條約的其中一段 他這邊寫說 All digital assets are held in your account on following basis 就是說 你所有的加密貨幣 都是在你的帳號裡面 然後有這些這個規則 然後他這邊講說 Title to your digital should at all time remain with you 就是說 你擁有的這個加密貨幣 都是屬於你的 在任何時間 and should not transfer to FTX trading 就是你存在FTX裡面的加密貨幣 都是你的 然後也不會被轉移到FTX的 trading 就是他們的交易部門 B呢 他這邊講 None of digital assets in your account Property of or should or may belong to FTX trading 他說 你所持有的 放在FTX加密貨幣交易所裡面的 加密貨幣 都不能給FTX 或是借給FTX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寫了 白紙黑字告訴你 你放在FTX的交易所的幣呢 你放一顆比特幣 這一顆比特幣就是你的 你想要在上面交易 做什麼事 是你的事 但是呢 FTX呢 還有Alameda呢 是不能去動這個錢的 FTX不能動 更不能把這個幣呢 借給Alameda 對 但是他們實際上做了這件事 然後你去看喔 過去這幾天的SBF 做了這一系列的公關活動 都在講一件事情喔 待會兒卡菲茲拉也會講到 就是說呢 FTX呢 其實裡面有第二個 用戶條約 這些是給 有在做他的期貨 和開槓桿的用戶呢 這些用戶的錢呢 他是跟FTX去借嘛 比如說我今天要開個20倍槓桿 我這錢去借 總得去哪裡借 那就是FTX借給我嘛 所以這些用戶的錢呢 是可以被FTX移用的 所以Coffee Zero這邊在講的是呢 他用這個條約去問Alameda 問SBF 因為SBF呢 每次在所有的在公關活動裡面 都講說 欸 他們有這個條約 所以實際上 他們是給合法的 去動用用戶的資金 但是呢 這裡面用戶有分很多種嘛 如果你呢 阿公阿嬤 只是放個一顆比特在裡面 也沒有去用你的期貨 也沒有用你的期權 沒有開槓桿 沒有開合約 那你就是不能動嘛 那這些人 為什麼會被動到 另外一點呢 他在講就是說 當11月的事件 發生的時候呢 很多人沒辦法 提款出來的時候呢 那有部分人提款出來 然後這些部分的人呢 卻是這些專業的交易員 他們所開的這些專業的帳戶 因為呢 FTX呢 跟币安這些交易所都一樣 你是可以開corporate account 還有這種trading account 然後這些也換出來 但是這些專業的交易員呢 比如說Alameda 比如說Ember 比如說Drum Trading 這些人呢 本身用這個平台呢 就是開槓桿 就是做這些多投的策略 跟這些普通只是在那邊 純幣賺個年化率 用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能把這些人 放在同一個地方 應該呢 要先讓散戶可以正常的出來 正常的出去 因為他們沒有在上面開槓桿 這些的 然後呢 他在裡面也有講到 因為大部分FTX用戶都是有 這個我感覺也是蠻正常的 因為FTX本來就不是一個 現貨專用的交易所 他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他有期貨 開槓桿的功能 他早期呢 還可以開100倍的槓桿 也讓很多人損失非常多的錢 後來他開到20倍 就是這些他認為很創新的產品 事實上也創新 但是也導致很多人損失 所以呢Coffeezilla呢 又第三次 我們上一集直播講的 Coffeezilla 進去了兩次 FTX的這個活動喔 然後呢 就是這個 這個Twitter的Space裡面 然後這一次呢 他又闖入進去了 反正SBF就很緊張 每天他進去的時候 都會說 你不要再問我這些問題之類的 我們現在來聽一段喔 聽一段 在這邊 Client assets just on the regular digital asset side different from the margin trading side I do think we're treating them differently There were a bunch of different sides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sides there But I do think that we I that we were cognizant of the fact that like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uses for like you know margin versus staking versus spot versus futures collateral versus other things OK 好 But anyway Coffeezilla這邊問他 問題就說 請問 margin就是 這是這些期貨啊 這些開合約的人對不對 然後呢 和spot spot就是現貨的 他就說 請問有沒有把它分開 然後FBS就是這邊很談 就是講不清楚 就是說啊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實際上就是沒有 不然不會讓 這間margin spot的人沒辦法離開 然後這邊就講 FTSBFJ這個推文已經刪掉了 然後他那時候說 we don't invest client assets 他絕對不會用用戶的錢去投資 事實上他也去用 那後面呢 一樣呢 他要問說 one to one bag 就是說如果你放 十顆usdt在裡面 那是不是就有十顆usdt 這邊的spf講得很不清楚 就一直 他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說什麼 以前ftx沒有這個 這個牌照啊 所以用戶都會打 alameda 所以這樣進來的錢 前後就有一些 仗策上的不正確啊 這些 這就是 就是BS OK 然後呢 我們聽到最後 這邊最大重點 the story of ftx and alameda is all the funds were being a new withdrawal process on i disagree with you but i understand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yeah sure i think that's fine i mean it's not about coding up a new withdrawal process it's about treating your client answer a question i make a decision there i completely respect your question but you have monopolized all of these discussions kofi silla you need to let others speak and you need to respond to what i'm saying kofi silla 他就完全不願意回答 這些問題喔 那這問題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第一 你有沒有挪用客戶資金 你有沒有用這些錢去投資 你有沒有高估了 這個 alameda的抵押品 第一 alameda抵押品 你本身就 只能 你可以用ftx錢 但你不能用ftx用戶的錢 因為ftx用戶的錢呢 不是ftx的錢 這就最簡單的 那我們已經知道 ftx為什麼會倒 第一 alameda 用了很多抵押品 這個抵押品就是ftx 有點像是呢 今天你要去跟一家銀行借錢 然後呢 你去銀行的是拿銀行的股票 去跟銀行借錢 那這樣拿來合理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所以呢 alameda就是拿ftx代幣 去跟ftx借錢 那ftx看到這個 啊ftx 不錯 這是好的資產 我們高估這個資產 你放個1億 我讓你借個這個 1億走 這樣子 然後呢 借的就是ftx 然後你只要給我利息就好 那對於alameda來講 啊很爽啊 這些全都是現金 而且ftx完全是高估的一個東西 然後就一直借 一直借 這其中呢 還借了很多錢 像我們上一集有講到 就是說呢 在alameda裡面呢 有一些成員呢 是可以直接跟他借錢 然後借了上千萬美金 基本上呢 就直接拿ftx的用戶呢 的錢來去做這件事情 但這邊呢 再怎麼樣子喔 不合理或是合理呢 都是不能動用戶的錢 因為呢 他的terms of service裡面降息 那為什麼我在昨天那一集的時候 會覺得這很恐怖 因為我覺得 可能很多交易所都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就像是 每一個交易所老闆的禁忌的鑰匙 在那裡 你看到這些用戶的錢 傻傻地坐在那裡 我們就想像一個房間 用戶的錢傻傻地坐在那邊 然後你就會去想 我只是幫他收錢 又給他又給過去 他就會去想 是否他要拿這個 去幫他賺一點年化率 這邊可能我們就想100萬 他先拿個1萬去賺年化率 做不好了 慘了 怕用戶發現 再拿個10萬 再去開個槓桿 賺回來再補回去 他們的感覺就像這樣子 結果衝一衝 垮了 就直接跟別人講 我們垮了 我們爆了 我們鞠了 那為什麼他們敢做這件事情 就有點像是 為什麼銀行的現金存體 不需要那麼多一樣 因為他們可以算出 一天 流水量是多少 有多少用戶會領錢出去 有多少人會存進來 所以他可以這樣去想底 就會知道說 一天可能5000萬 一天可能1億 他可以這樣算出來 所以他就會知道說 其實他可以動用多少資金 那這就是 在這裡面就是犯罪了 好 這是今天我們想要更新 關於SBF事情 還有非常多 這一篇也才是今天 中午出來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們現在一樣每週還是繼續跟進FTX時間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Chris不要拍這麼多 就是讓人家很害怕的影片 但是我覺得 我拍加密貨幣的影片已經很久了 對不對 所以我支持區塊鏈機 我支持加密貨幣很久了 對不對 但不代表說呢 我們不需要在正確的時間去FUD這個市場 對不對 我們需要在正確的時間去了解說 OK我們要永遠保護自己 我們在一個大西部 我們每次進去加密貨幣市場裡面 就是上去擂台 擂台上就有一個說法 就是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 對不對 大家可能有看過一些拳擊賽 你上去以為對方要跟你敬禮 他就一拳下去給你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時候都要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時候都要保護好自己 了解冷錢包 了解熱錢包 了解私藥 了解公藥 了解說為什麼你交易的時候呢 不要用你平常看謎片的電腦 而是用一個安全的電腦 這樣才不會出問題 了解說iPhone跟Android的差別 開源跟封閉式的開發的安全度 也不一樣 了解說審計也有它的壁壘 各式各樣的都有可能問題 今天我們想 一個食安的問題出現問題 都不知道對方會不會賠你錢了 我們看 比如說 最近新聞有講一個 印度 40年前有一個美國公司在那邊 我忘記他們要做什麼事情了 反正也是研發東西 也是要製造東西 好像是要製造農場的消毒 用的東西 然後反正就爆炸 然後毒氣釋放出來 然後好像是甲烷 還是什麼東西釋放出來 然後就死了4000多人 至今這些人都拿不到賠償 有拿到賠償 也可能好像就500美金而已 所以我想要講這個重點是在哪裡 真正的能做的就是保護自己 對 我覺得大家會去看不管是金管會 或是我們看到是政府 或是我們看到銀行這些的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他利益的原因 他要做事情的原因 真的我們去想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的 這些小銀行倒閉 然後用戶拿不到錢 所以不要覺得中心化就不會有事 也不要覺得去中心化就不會有事 最能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你要學習更多 了解這市場都是以你為敵 有點像這樣子 以這種情況去想的時候 就會知道要如何去保護自己 比如說你在銀行開帳戶好了 你不要錢都存在同一家銀行 你可以分不同家的銀行去存 這也是一個很基礎的事情 信用卡 不要額度開很高 有些信用卡在網路上消費 有些你可以出國消費 有些你可以買東西消費 這也是一種方式 冷錢包 一樣 不要只用熱錢包 用冷錢包就可以保護你很大一部分 私藥要怎麼儲存 可以把它放在銀行的保險箱 可以把它放在你家保險箱 或是去買一個純私藥的東西 然後電腦怎麼用 電腦不要下載一堆奇怪的軟體 準備一台安全的電腦來做交易 這台電腦就只做交易 就是很多這些方式是可以保護到你 就有點像保護自己 不要常走一些很恐怖的路 帶一個防冷噴霧也可以 做一些保護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市場裡面 很重要的就是要保護自己 不管是在加密貨幣 不管是在中心化 銀行這些的 或是設置於股票這些事情 設置於我們剛講食安問題一樣 你吃的東西也要去研究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真的 就是要告訴自己 就是多研究 去了解你所做的任何事情 然後永遠要了解 就是風險提示 不是只是這樣講 真的要聽到就了解說 OK 我要去學更多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每天 都在追蹤FTX的事件 因為從中我們會 拆絲剝解後發現 這其中怕的不是說 FTX是倒了 而是它的連鎖效應 告訴我們說有多少 中心化機構也有可能問題 對 同樣的套路 早就出現在安隆案上面 對不對 早就出現在 這個08年的次世代 房屋風暴 對 各式各樣的類似的案件 出現在Wirecard 這個德國當時的Fintech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記得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後如果你想要支持區塊先生的節目的話 記得到我們的YouTube去訂閱 把小鈴鐺點開 然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你會想要了解更多FTX的事件 然後會不會因為這個事件 讓你更害怕加密貨幣 還是說讓你會更想要了解 去中性化金融是如何運作的 好 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然後如果你今天在YouTube上看的話 請幫我訂閱 然後把小鈴鐺點開 你就不會錯過 下一周 請記得 CoreTrends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直播 你有學到新的東西 也幫我把影片給分享出去 除了現在的每日直播是每週一 每週三 每週五 我們都會講最新的區塊鏈的新聞 然後各種加密貨幣 跟去中性化金融的DeFi 我們明天見 拜拜